大家好,我是Stan 12月16号,YG娱乐旗下的子公司The Black Label对外表示 因为长时间以制作人与艺人合作的默契 Teddy与Teyang对于彼此在音乐方面有着深厚的信任 借此想要重新开始音乐活动 YG娱乐也表示 Teyang会以The Black Label艺人活动 他仍然是YG家族,也是Big Bang成员 这个部分不会有所改变 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在等待Big Bang的活动 所以会为此努力的 然后今天,YG娱乐对媒体表示 与Teyang的合约确定终止 但Teyang身为Big Bang成员这点依然不变 我们支持Teyang的选择也会随时合作的 然后最后表示 目前与GD正在协议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Teyang只是在一个屋子内搬到另外一个房间而已吧 Teyang在退伍后就没有什么活动 他还有心做艺人吗 我觉得Teyang不会再以艺人活动了 Oh,GD应该会留在YG吧 后期GD会选择Teddy还是YG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Muandoujuan Nolmiu Muani的制作人 Kimfeo在广播中表示 用足球选手来做比喻的话 Pengmiosu就像是前锋 是随时可以射进球的人 所以需要有可以擅长传球的选手 而YG的话 是FIFA 又不是教练 也不是球团老板 竟然是FIFA 万万没想到会说是FIFA Pengmiosu等于前锋 YG等于足球本身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喜欢将名字放进歌词中的JVP歌手们 notre是부 Tru视 D ちょ W Du Du 健 G W V U J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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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must let you know Cynaeponesic J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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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N JN J